大家早啊,我是小康 今天早上,刚刚收拾好东西,不久呢,就有两位朋友 汽车过来 找我啦 然后现在呢,我就跟他们先去吃早餐啦 早餐,我们来到了附近的茶餐室 然后,朋友呢 点了一个,这个是炸菜 餐鱼肉 然后这个是 辣子虾 辣椒虾 然后还有这个呢,是 鲨鱼汤 我们的 这边的人的早餐,吃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风筝 话说 这个是我第一次吃鲨鱼肉 现在是 早上8点9个字 刚刚吃完早餐了 那 今天的目的呢,是要起到法山 大概是80公里啦 朋友呢,会陪我骑一小段距离 到Danjong Karang OK啦 今天的行程 就比较轻松啦 没有破百啦 我们一路沿着这个油中巴的小路前进 这个油中巴 走到晚呢,就是会出去Danjong Karang啦 然后我朋友呢 他已经是在前面很远很远 果然 肉败是追不上的 我已经 踩到很用力了 还是 完全追不上 现在是早上9点半 我们 抵达Danjong Karang啦 那我的朋友呢 就送我到这里啦 然后接下来就是 我要 自己南下啦 我跟你们说喔 这个road bike的正常速度喔 已经是我这辆的潜力以赴了 哇 真的是不能注意的road bike 前面这位uncle喔 他骑脚车的方式 我感觉是有一点危险啦 他一直 这样晃来晃去 晃来晃去 我怕他一不小心晃到他外面的话 后面有车的话 他就 糟糕了 真的很担心他耶 在大陆旁呢 看见了一个有卖舰队的马来当口 所以就 停下来 order一碗啦 那这边呢 距离还让滔滔 大概还有17公里 等下吃饱过后 休息了一下 就会一口气 直接取下去 海浪滔滔啦 这间卖舰队的 当口呢 我要真心推荐一下 他的舰队呢 是真的非常好喝的 他的那个冰勺 是非常非常的细的 那他的 这个当口本质叫做 然后在他的旁边这边呢 是一个卖炸香蕉的 他就在这个 这个大陆旁边而已 这里距离 那个 Cualas Langone的Lotus呢 大概是 1.5公里 现在是 中午12点半 我已经 抵达无需港了 那前面 大概多 两三百米的呢 就是海浪桃桃的民宿了 会跟海浪桃桃 这个民宿结缘的 是 因为我2016年的时候 还到海浪桃的时候 在这里 打工换述一个礼拜 然后之后 还到的时候 都会 过来 找一下 海浪的老板 Steve 那上一次过来的时候呢 应该是三四年前啦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都没有来到 好久没有来啦 怀念怀念 海浪桃桃的 老板 Steve 准备了一个 午餐给我 那我现在先在这边 吃我的午餐啦 然后 吃饱过后呢 才去 慢慢把 民宿的周围 排给你们看 这个呢 就是 海浪桃桃民宿啦 跟我很多年前来的时候呢 变了很多 不断的在 现在 已经是越 变越漂亮了 这些树木呢 也 张高了 环境 蛮不错 然后这间呢 白色的 我之前来的时候是没有的 做到很漂亮的 一个 小房子 这些树都 全部都张高啦 这边都 蛮硬的 这边 很舒服 以前的 这个小屋子呢 就是 我打工换树的时候住的啦 这间 这间也是给打工换树的 然后 旁边这边呢 还有一些 选择选择选择 哈喽 环境真的是 蛮不错的 这边 这边呢 那个黄色的那间呢 是庙来的 然后这边就是他们的 厕所啦 这个 这一边呢 就是他们的 container的房间啦 还有一个地方 又弄沙的 给小朋友玩的 这边呢 就是他们的 厨房啦 对不起 对不起 这个给小朋友玩的地方 杀队 来让倒倒 多了一些 有乐设施 他的后面这边呢 就是 他的餐厅啦 刚才我吃东西的地方 他的餐厅的 旁边呢 就是 一条河啦 他们 就是叫 孙来将棍的这个 他的餐厅的环境也是很 舒服的 还有一只老虎 这个老虎呢 他们在干风呢 是用来 吓走那些猴子的 这个就是 他餐厅旁边的一条 小河啦 然后 这边出去呢 就是 大海啦 那艘船呢 是刚刚从 天空之境回来的 这边呢 这边呢 呃 上船的接地啦 客人刚刚回来罢了 他们这边出去天空之境呢 呃 会 海外去一个叫做天鹅岛的地方 然后他们在天鹅岛呢 会在那个石头上面找那个生蚝 然后直接 呃在那边就这样包开来吃了 是非常非常的新鲜的 Overroad 这间民宿 我是相当相当推荐啦 真的很舒服的一个地方 刚刚在海浪泡泡那里 冲了凉 现在整个人都 精神多啦 那现在呢 要前往把山 去有朋友的 地方那边 入住啦 这里 距离把山还有 30公里 等下到把山就可以好好休息啦 by the way 这条路 他的车 真的是超夸张的 很多很多车 这间呢 就是我今晚的 住宿啦 他是一间 坐落在 半达马兰新村里面的 一个老房子 那这间老房子呢 他是有名字的 他叫做 班措 他其实呢 是一个 故事馆来的 但是 我现在要跟我的 另外一个朋友去吃晚餐 所以 时间有限 我先把这个 角色 停在这里 然后吃完晚上过后 再慢慢详细的 介绍这个故事 玩给你们吧 我的朋友呢 约我来到了这个 阿赫 Bakote这里 我们先吃Bakote啦 然后他还开了一个直播给我 感谢啦 现在已经是 晚上9点钟了 跟朋友 有在附近吃晚餐 进那个 班厨就下次再拍给你们看啦 今天的行程真的是 排到很满 来 这个是我的朋友 R5 OK 那 等下吃完这个过后呢 还有一个 2nd round 今天真的是 太累了 那 今天 这个Vlog就先这样子啦 不拍了今天 大家就这样啦 拜拜 拜拜 拜拜